今天中午我们准备吃带鱼 准备做一条红烧带鱼 是两条不是一条 走 先把带鱼处理一下 从这儿紧进去 把带鱼的内障给弄出来 带鱼的内障比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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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鱼处理一下 先把带鱼处理一下 来 坐下 把头直接紧掉 不要了 这头牙齿太多了 然后把带鱼的尾竿紧掉 鱼鳞可以刮掉 但是鱼鳞的鱼艳比较好 小船都没有刮 可以不用刮 把带鱼简单的改一下刀 这样更容易入味 不用割那么凶 割一点就可以了 砍成小段 带鱼桌来点生粉 把它筋一下 在家里面筋比较合适 酒店一般都油炸 油炸的话那个油腥会很重 我们在家里面就筋一下吧 准备好辅料 姜蒜末 甘蜡椒 豆瓣酱 还有花椒 今天我们做麻辣口味的红烧带鱼 来一点青红椒 锅中少来一点油 下大鱼筋一下 锅中来点油 把油烧热 下入准备好的配料把它炒鲜 来点五香粉 倒入清水 加点料酒 因为带鱼比较鲜 一定要加点料酒 去一下鲜味 下入带鱼 开始调味 加银鸡精 少许的生抽 开中小火烧至五分钟 入味 下入青红椒 葱 少许的鲜油 出锅了 带鱼 干烧带鱼 两条带鱼 才这么一点 来开玩意 来开玩意 看看这个带鱼好不好吃 来吃饭了 刚烧的带鱼 好多钱 主要味没有接 主要味好吃 很厉害 很厉害 有应该是加热的 对 所以吃不好 不提出鱼的味 像当天说鱼不能带鱼 对 嗯 入味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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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辣不辣 有点辣味 不见的 不见的 这个带鱼 从前一种 还没得好辣的 气味少辣 这种的 还少 这个辣味 我们就把鸭肉 没鸭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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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儿个味道超时辣 这算鱼得起 这些都要有点辣 人家是为清淡的酒度 来吃饭